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一下之我们这一生 第35至38章,喜不喜欢 闲言碎语 路易的同学过来的前一天 今夏娘寻了个借口 打发小妹妹过来给姐姐帮忙带喜鹅 顺带着又给路易嘉天送了些吃的 路易心里知道岳母的意思 也不拦着 她和这个同学早些年就相熟 她的脾气秉性路易心里也熟悉得很 现在就差两个当事人自己表态了 路易轻笑着网造里添了一把柴 平时就他们一家三口吃饭的时候 路易就干脆在屋里准备 今天有课 她就正好也借口要准备午饭 和今夏离开了屋子 让小妹自己招呼那位同学 路易一眼 看到同学看小妹的眼神就已经有了数 今夏生得秀气漂亮 她的妹妹虽比她略逊一些 但也不算得上十里巴香顶漂亮的闺女 要不是今夏娘想着女儿能嫁个读书人 怕是早也已经嫁人了 今夏逗着小喜鹅学走路 一只手牵着让她从自己的一侧走到另一侧绕圈子 小姑娘心掀着 哥哥地笑着围着娘 自己一个人也能玩得很高兴 闻言 她头也不抬地继续逗着女儿 问你觉得你那同学是啥态度 应该是有那么点意思的 看着应该是挺喜欢的 嗯 我觉得小妹应该也挺喜欢的 今夏想想小妹那一脸羞懒的模样 约摸着也是喜欢的吧 她往屋里看了一眼 小妹进去送的瓜子已经有一会儿了 要是不喜欢的话 她肯定会避嫌找了借口着急着出来的 两口子一个做饭一个哄娃 其乐融融的样子看着也让人羡慕得不行 今夏忽然想起来当时路易来家的情形 仿佛也没过去多长时间 可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初见她的时候 她只是想着这个男人好像还不错 两个人谁也不嫌弃 谁的凑合这一辈子也能过得挺好 彼时的她对她还存着很强的戒备心思 自己的小金库捂得紧紧的 不过近两年的时间而已 他们之间所有的防备似乎都不存在了 她信任她也喜欢她 她没事的时候就在家和她一起带女儿 还会教她时文断字 日子好像很平淡又好像很有意思 今夏轻笑出声 陆毅你那会儿相亲的时候咋没想着寻个喜欢你的人 想着了呀 陆毅回头看一眼今夏就是想着才找你的呀 你那阵子就知道我会喜欢你的 今夏诧异那会儿的她可不像今天的小妹这么羞难 即使有些不好意思的情绪也只是出于女孩子的本能而已 她应该没有表现出对她有多少的其他心思才对吧 陆毅又笑着继续下面 我知道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如果只是找一个人结婚 那样的日子会很无聊 有感情的增色日子才会不同 七 今夏吃她嘴角却没忍住往上翘了翘 你说咱喜鹅将来能不能也寻着个跟你一样的男人 估计不太好找但是一定也能找到 陆毅回答的有些刻意为自己添光的意思 可今夏再仔细一想她的话好像也没错 两人正说着话的功夫 小妹撩了帘子从屋里出来 女孩子加面皮薄 一张小脸粉扑扑的显然是刚刚和陆毅的同学聊了些他们之间的话题 今夏抱起女儿迎着出了厨房打个眼色把人织去了旁边 咋样 她尽量压着声音试探小妹的心思 小妹扭捏了半晌 脸张得更红了些 她说她要调去首都 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走 姐 我怕我去了没有娘家人撑腰 她欺负我 沉默了一会儿 今夏四下里扫了一圈为小妹壮胆 没事 你先说你喜不喜欢她 这 小妹又红了脸 受今夏和陆毅的影响 她和她其他的姐姐们不太一样 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 小妹点点头 承认了自己的心思 今夏笑了 心里的气松了一口 没事 她是陆毅的同学 不会欺负你的 就算欺负了 现在国家政策放得明白 咱告上法院 休了她 陆毅把今夏心里那骨子劲 是真养出来了 上法院休夫的话 都敢挂在嘴边上了 她是她的底气 她真的做到了 小妹到底还是跟着陆毅的同学走了 临走前俩人去打了结婚证 该给今夏爹娘留下的聘礼 也一样没少得给了 小妹心里还是不踏实 一步三回头地 看着来送站的家人们 红了眼眶 那可是首都 不是县城 也不是省城 来回一趟 起码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今夏娘摸摸眼角 一狠心不等女儿进了站 自己先走了 小喜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周遭的一切都很陌生 充满了新鲜感 她歪歪脑袋 一会儿看看这里 一会儿看看那里 见外婆走了 小喜鹅指着外婆的方向 喊着娘提醒今夏 今夏握住女儿的手 放在嘴边亲了亲 因为有了女儿 她更懂为娘的心思 她这是舍不得女儿远走她乡 又怕错过了这个男人 再遇不到好的 小妹看着娘走远的背影 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惊吓摸摸女儿的后脑 看着二妹和弟弟们去安慰她 自己偷偷地避开也走了 今天送走的是小妹妹 将来有一天 她会不会也需要送走自己的女儿 她长大了 会不会也跟着自己喜欢的男人 走南闯北地离开她 回家的路上 今夏的情绪很低落 小喜鹅似乎感觉到了娘的情绪 乖乖地依在娘怀里 小小的脑袋枕着妈妈的胸口 秋末的天黑的早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候 路易拉开了条薄被子 给今夏和喜鹅盖着 让他们休息 自己去厨房准备晚饭 今年天气不好 地里汗得厉害 庄稼的收成也不如以往 日子越来越不好熬活 粮食也越来越短缺的厉害 路易捞了两碗面揉成团 熟练地擀面做饭 小喜鹅跟着爹娘跑了一天 早就乏了 睡熟了 还有细微的小呼噜声 今夏睡不着 这么的小人 是她的心头肉 不管别人怎么说她的大丫头 她都从她身上 感受到了满满的依赖和眷恋 感受到了母女怜心的血脉亲情 她怎么也舍不得把它送那么远 远到一辈子都可能见不了几次面 路易很快做好了碗饭端进屋里 一大碗是今夏的 一小碗是她自己的 还有两碗面汤 一大碗是她自己的 一小碗是今夏的 今夏爬起来 耶耶女儿的背脚端了碗吃饭 情绪影响了她的胃口 一碗面吃了没几口就吃不下了 怎么了 陆毅摸摸今夏的脑门 不烫 今夏垂下视线 将来咱们的女儿可不能嫁那么远 嗯 不嫁那么远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真的 今夏不可置信的看着陆毅 陆毅点头 今夏还是不相信 现在正兴起什么自由恋爱 将来小喜鹅长大了 要真的是喜欢谁 非要跟着走 他们还能拦得住 我会有办法的 别担心 陆毅催着今夏冻筷子 就算将来她不听话 非要嫁远了 咱往后再生几个小子 让小子们跟着姐姐跑 总能保护得了她的 我跟你说正经事呢 我说的也是正经事 今夏 喜鹅大了 她会孤单的 陆毅握着今夏的手 眉眼里含着意味深长的笑意 这阵子 她一直在想这件事 已经反反复复地想了好一阵子 家里现在不算太富裕 但是多养几个娃的能力 还是有的 惊吓嘴上没支声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是老老实实地 游着她又折腾了两回 她也觉得 一个娃太孤单了 有几个搭办的 很有必要 陆毅的动作很快 前脚还商议着 要给喜鹅添个弟弟妹妹 后脚今夏就怀上了 大家明里暗里地 免不了在今夏耳边上念叨着 这胎的是个男孩子 否则 他们夫妻间的感情 也会受到影响 今夏起先是不大 相信这些的 她坚持相信 陆毅和她之间的 感情不是村里那些女人们 说的那样 不堪一击 可架不住大家伙 总是要在她耳边上 提起这事 日子久了 她就也有些生气了 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她看陆毅也一天天不顺眼了 陆毅不明就理 只当今夏是因为怀孕导致的脾气差 一转眼又到了春末 今夏的预产期也越来越近 不出意外的 这一胎又是个女儿 村里人的话少了不少 眼神却添了很多 今夏娘依旧主动地跑过来 帮她伺候月子 动作里也透着些小心翼翼的姿态 陆毅厂子里越来越忙 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 今夏一新 不知道她是真的很忙 还是心里对这个二丫头也不满意 转眼今夏就出了月子 天气也渐渐地冷了 北方的冬天没有什么乐趣 女人们又开始各种的八卦 以前她们有事没事就爱往今夏这里跑 现在她们却奇奇地去了另外几家 今夏心里堵得不舒服 总觉得她们是在提醒她什么 不过才第二胎 这什么急 不就是个丫头吗 我男人都没说什么 她们一个个地叫唤什么 今夏气不过 抱着二丫头压不住地怒火往外涌 喜鹅正趴着玩她的玩具 听到声音疑惑地抬头看看娘 再看看外婆 今夏娘揉揉喜鹅的脑袋 安抚地让她继续玩玩具 那只小不老虎是今夏怀着二丫头的时候她给做的 想着这一胎像个带把的 做的衣裳和小东西也是比照着自己生儿子的时候那些东西做的 结果生出来还是个丫头 就连今夏娘都有些不知该如何开口了 别气着了 好好地养住了身子才能哄住男人 我干嘛要哄住她 她要是想回来就回来 不想回来就拉倒 气够了 今夏说话也不客气 这几年路易一点点把她压抑住的本性释放出来 以前在继母面前乖巧听话的小丫头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现在的今夏腰杆硬气得很 路易现在的态度已经远不在她的容忍范围里 她又生气又委屈 分明是她自己说的 两口子之间有什么话要好好说 不能彼此藏了私心 让对方胡乱犹疑 可现在不跟她说话的人是她 每天借口场子里忙躲着 等她睡着了才回来的人也是她 分明她是那个负心汉 凭什么让她承担后果 被人指摘 今夏娘一听就知道 今夏的脾气上来了 她这么多年哄今夏爹哄惯了 下意识的也是要哄着今夏几句 女人可不就是应该哄着点男人吗 路易这么个男人 你要是不哄着她 就得去别人那里被哄着 哄着就哄着 我还稀罕她 今夏一听继母这话主脑了 胸腔里那骨子火气蹭蹭往上窜 今夏娘不知道 她忽然间哪来的这么一股子火气 嫩嫩地看着她好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样的今夏 她是第一次看见 怀里的玩儿许是被吓到了 又或者是饿了 或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哇的一声哭了 小喜鹅忙爬过来看妹妹 小小的手掌轻轻地拍着她的小胳膊 像个小大人似的哄着她 今夏娘借着孩子的借口 把今夏暂时地哄住了 想着等陆一晚上回来的旁敲侧击地跟她说上一说 可是这一晚 陆一又是天已经黑透了才回来 她回来的时候 院子里寂静无声 该睡的人早就已经睡着了 第38章 今夏心里别扭 又总是遇不上合适的机会和陆一说话 今夏娘看在眼里 怂恿着今夏晌午去场子里给陆一送个饭 娘给你看着两个孩子 你去给陆一送了饭跟她说会儿话再回来 不耽误 今夏娘一边赶着面 一边催着今夏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厂子里怎么会一下子忙成这样 心里只想着女婿可别因为两个丫头 就对今夏产生了什么意见 往后的日子还很长 再多生几个一定有小子的 今夏别扭着不愿意 厂子里现在管饭了 要不然她能连晌午黑夜饭都不吃了 食堂是食堂 你是你 媳妇送的饭和食堂的饭 能是一样的理儿吗 今夏娘叙叙叨叨个没完 听得今夏终于动了念头 想去看看陆一 她想知道 为啥她说忙就忙起来了 连回来吃晌午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今夏娘捞着愁的 给陆一装了满满的一大碗面条 浇上厚厚的西红柿卤子裹了好几层 才交给今夏 今夏把二丫头交给娘 自己一手拎了饭 一手牵了喜鹅 去给陆一送饭 她和陆一也算是老夫老妻的了 她拉不下脸来让场子里的人笑话她 管着陆一 领着女儿做了借口 那意思就不一样了 喜鹅知道是要去看爹 一路上蹦蹦跳跳的 不停催着今夏走快点 小姑娘被今夏娘裹了个结实 厚厚的棉帽子外面又系了条红围巾 只露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忽善忽善的 刚进场子就有村子里的人一眼认出了喜鹅 笑着抱了小姑娘和今夏打招呼 这会儿估计她还没去食堂了 你去办公室寻她吧 我们抱喜鹅玩会儿去 一会儿给你把娃送回来 喜鹅生得漂亮又聪明 厂子里的男人们瞧着稀罕 今夏笑着答应了 拎着饭去找路易 来时的路上她还在想着 约莫这是真的忙了 到了上午饭的点了她 居然还在忙着没去食堂吃饭 今夏走了没几步 又被刚刚抱了喜鹅的男人叫住 男人吱吱吾吾了好半天 犹犹豫豫的 像是有什么话要和她说 可是今夏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听她说出个啥来 到底咋回事儿吗 最近厂子里新来了个寡妇 缠你男人缠得紧 咱是一个村里的 我给你提个醒 自家男人自己看紧点 别让人钻了空子 男人看着今夏的神色 压低了声音提醒今夏 今夏一正 她道真是不知道 还有这么当事 什么时候的事 夏天就来了 打扮得挺时兴的 有事没事 总爱往你男人办公室里跑 你当心着点 男人得看紧点 才能管得住 哦 今夏顿了顿又问 最近厂子里忙得厉害了 是 李 最近上头压下来任务了 忙得大家伙 都快没时间睡黑夜觉了 行了 我也不说啥了 你去找你男人吧 男人黑黑笑着抱了喜鹅走了 今夏正了一会儿 没想到这种事情 会八卦到自己头上来 她只以为陆一回家玩 可能会是避着自己 嫌她一气儿生了俩丫头 到现在为止 二丫头的大名还没起 没想到 还有另外的这茶 今夏沉了脸 提着装着饭的篮子 往陆一的办公室走 一路上 她已经想好了很多种可能性 她没变 还是以前的陆一 那她就好生好气 跟她说会儿话 等忙过了这阵 再跟她商议二丫头的名字 她要是变了 她就跟她离婚 两个丫头一个也不给她 全是她的 今夏如此想着 脚下的步子就中了 我会儿子就中了